嗨朋友们 下午好 你们最近怎么样? 你们好吗? 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 汉语图片词典 Chinese Picture Dictionary 请看这是目录 这本词典里面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 比如说它会按照不同的topics 不同的话题 这里有包括这些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等一下letter 我会读一个章节 I will read a chapter for you 在这里比如说这些 都是非常实用的词 比如说餐饮 去医院 邮局 银行 逛街 这些工作 交通旅游 内容非常丰富 内容 对 希望以后有时间 我可以给大家多读一些章节 今天我给大家先读反义词这一章 反义词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章 反义词它有两章一共 今天我给大家读第一章 反义词 反义词 反义词意思是opposite 反义词 请看比如说这一章 先看这一页 这页第一个是苹果 这个苹果是好的 苹果好 这个苹果是好的 然后看它的反义词就是坏 好 好 坏 这个苹果是坏的 第三个 这是一个天平 是一个秤 这是一个秤 然后秤上面有两个东西 可以看到 这个秤 第三个是清 然后它的反义词是重 清 重 清 重 好 坏 第五个 和第六个 第五个和第六个是干 干 和 湿 湿 衣服 这个地面 是干的 这个衣服 是湿的 第七个和第八个 香 闻起来很香 它的反义词是臭 臭 吃哦臭 香 臭 哦 这个食物 这个食物 这个吃的东西 很香 看起来是一碗面 一碗面 needles 应该是面 对吗 这个吃的很香 嗯 然后说 这个袜子很臭 这个袜子臭 这个食物吃的很香 香 臭 香 臭 然后第九个和第十个 第九个和第十个是软和硬 软 硬 软 软 硬 这个海绵 是软的 这个是石 石头 还是铁 这是一个锤子 这个是硬的 这是硬的 这是软的 软 硬 软 硬 再来复习一遍 苹果是好的 这个苹果是坏的 这是一杆秤 这边是轻的 这边是重的 轻 重 轻 重 这个地面是干的 干 衣服是湿的 湿 干 湿 香 这个闻起来很香 香 这个袜子闻起来很臭 臭 香 这个海绵 是软的 软 硬 软 硬 请看 请看 第十一个图片 图片 图片第十一个 第十一 这个人看起来很强壮 是吗 第十一 我们来看一下十一 强 强 强 它的反应词是弱 强 强的反应词是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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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强 强 弱 我们来看第十 图片十二 这个人 他看起来弱 弱小 你可以说 他很强大 他弱小 他看起来弱小 强大的人 弱小的人 强大 弱小 请看第十三和第十四 看起来应该是瘦和胖 十三 我们来看一下十三是 那个裤子 松 丝翁松 第十四是 紧 紧 松 紧 松 紧 松 紧 我们来看图片 图片是说 他们穿的裤子 这个裤子 松 这个裤子 紧 紧 紧 或者你可以说 一条裤子 这条裤子 松 这条裤子 紧 因为他比较胖 他很瘦 所以他穿这条裤子 很松 他穿这条裤子 有点紧 紧和松 请看第十五和第十六 我们来看一下十五是什么 十五是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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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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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远和近 这个人 他看起来很远 他离得有点远 这个女人 他看起来 离我们近 离我们远 离我们近 远 远 远 近 远跟近 好 第十七个 第十七个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什么呢 是说快 快 快 和慢 慢 快的反义词是慢 快 慢 请看图片 图片这个男人他跑步 所以他很快 或者他走路很快 这个是老人 他走路比较慢 他慢慢走 他走路很快 他走路有点慢 快 慢 快 慢 第十九个和二十它们也是反义词 大概你可以猜到 十九它是生 生 出生 to be born 出生 死 生 生和死 它们是反义词 生 死 生 死 这是刚出生的婴儿 这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是生 然后这个是一个墓碑 这是一个墓碑 是有人死了 埋在这里 所以死 和生 生 死 这个人是火生生的 是刚出生的 这个人已经死了 死 生 死 生 请看二十一和二十二 二十一和二十二 这两个词是什么呢 清楚 清楚 它的反义词是模糊 清楚 模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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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模糊就是不清楚 看不清楚 模糊 模糊 模糊的反义词 opposite的反义词是 清楚 清楚 如果你的asset 你的视力很好 那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如果你的视力不太好 那你看这些看不清楚 那它们是什么样子 是模糊的 它们看起来很模糊 很模糊 不清楚 模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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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是 清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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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清楚 很clear 很清楚 这个是模糊 和清楚 二十三和二十四 二十三 它的词是什么呢 是舒服 舒服 舒服 反买词是 难受 难受 舒服 舒服 难受 难受 好 它看起来不太好 它看起来不太好 生病了 所以 它看起来 难受 它很难受 它不舒服 它看起来很难受 它看起来很舒服 很舒服 好 二十五和二十六 嗯 二十五和二十六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什么呢 二十五 是 聪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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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看起来很聪明 然后 这个人 他数数都数不清楚 都不知道 应该是多少个 用手在数呢 所以 他看起来 有一点 笨笨的 是吗 可能 他看起来 笨 然后 他 看起来 聪明 聪明和笨 聪明 笨 好 我们再来猜一猜 这两个 这两张图片 嗯 一个人在工作 一个人在睡觉 嗯 那 他们是什么呢 二十七和二十八 一个是 勤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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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反应词是 懒 懒 勤快 懒 我们来看这图片 这个人 他在 努力的工作 所以 他很勤快 这个男人 很勤快 勤快 这个男人 在沙发上 睡觉呢 所以 他 懒 懒 懒 这个男人 懒 这个男人 勤快 勤快 请看下一个 下一个是 看价格 这里有价格 这是什么 这是火柴 再看看 这是什么 这是 珠宝 珠宝 可能是一个戒指 可能是一个 ring 戒指 这个戒指 很贵 价格是 9999元 很贵 这个火柴呢 只要五毛钱 五毛钱 这个戒指 是 9999元 特别贵 请看这两个词 它是 便宜 这个火柴 便宜 然后它的反应词是 贵 这个戒指 很贵 贵 贵和便宜 便宜 贵 便宜 贵 火柴 便宜 戒指 贵 火柴 便宜 戒指 贵 好 我们来看 接下来还有四个 还有四个 这个女孩和这个男孩 我们来看一下 好的 三十一是说干净 干净和 脏 干净 干净 脏 脏 干净 干净 脏 脏 好 我们来看这两张图片 所以这个女孩 她看起来很干净 然后这个男孩 看看她的脸 看看她脸上 还有她在外面 踢球 踢足球 所以她身上有一点脏 这个女孩穿的裙子 很干净 这个男孩在外面踢足球 看看她的脸 有一点脏 脏 干净 脏 干净 脏 脏 干净 嗯 好 接下来是 粗和细 粗和细 粗是这个 细是这个 所以说 看图片是这棵树 这棵树 这棵树 很粗 啊 这里有一个人 他打开手臂 想要去抱这个树 发现这个树太大了 这个树太粗了 他一个人 抱不了 嗯 第二个 这棵树呢 是很细 这个树不是很大 这个树有点细 所以这个男人 他张开 他张开他手臂的时候 是完全可以抱住这个树的 好 这棵树是细 这棵树 粗 粗 细 粗 细 好的 那今天我给大家先读到这里 就是反译词 第一张 下一次我会给大家读 第二张的反译词 第二张反译词 还有更多的反译词在这里 下一次我再给大家读 好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 和什么想法 可以给我评论 so you can leave me message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k 谢谢 thanks for watching 感谢您的观看 再见